中共官方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外国企业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跌至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外国直接投资负债 2023年只有330亿美元 和2022年相比暴跌82% 包括台湾、日本、南韩等主要外资来源国 投资额都大减 图显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缺乏信心 也反映中共政府想寻求更多海外投资 困难重重 新疆当地知情人士告诉大陆媒体 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伊市卫健委官员曹云利 在疫情期间利用管理防疫物资之变 伙同他人从防疫物资库房中 窃取1.5万套防护物进行盗卖获利 今年1月25号曹云利因为涉嫌贪污罪 被法院判刑三年六个月 被罚21万元人民币并被刷开 2月17号大年初八是今年中国新年党最后一天 动画电影《八戒之天蓬下界》发布声明 退出今年新年党 至此大年初一上映的八部中国电影 已有四部撤档 其中包括港新刘德华主演的红毯先生 消息引发热议 网友纷纷留言 四部电影好像还不是因违反问题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家具内卷 打不过就跑 敌疲我扰敌退我进 前日本驻中大使崔秀夫撰写回忆录 揭示了中共党魁习近平掌权前后 及上任十年改变很多 他披露 新选择走毛泽东独裁路线 中共政治局常委搭乘专用列车或特别飞机 遭习办严格审查 请订阅亚太电视整理报道